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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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牛风龙 今天我要请先祝大家 圣诞节快乐 圣诞节 当我们演出我们拍好看的照片 和我们好闺蜜 嗯 嗯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超级适合圣诞 闺蜜出行的拍照必备 小鹿妆容 如果你对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往下看吧 如果你不感兴趣 我建议你 好至为之 哈喽我就回来了 有没有看到有什么不一样 没错 本性金美妝女 美金版 底妆给戴好了 因为今天出的这个圣诞小鹿妆容呢 是一个素成妆 所以这个什么打底啊 定妆啊 你们就按照自己的随便就好了 然后我的眉毛也化好了 不用展示 因为我今天是要带着刘海的化妆 因为我最后成妆也是要带着刘海 小鹿妆容素成妆的重心就在于 眼妆和腮红 那我们就从眼妆开始吧 第一个弹道的产品是 当当当当 完美日记的太空创想 玉兔盘 首先呢 这个颜色打个第一大 让这种皮肤自然 散发出来的感觉 记得画的时候 戴一下下颜颜 接着用这颜色 大面积扫一下 然后在眼尾的时候 稍稍加重 下颜颜这个三角 就进行稳着 描写一下 因为我们要制造 那种小鹿的无辜眼 所以还是下垂 比较重要 前面就是我们换一个斜角的栓 戴一下眼睫毛下根部 然后延转到眼睛的最前端 然后往下扫 用这个颜色 扫一下眼尾 同样的 用这个小的斜角栓 在下眼睫毛根部这边 扁扬一下 这里有一个知识点 就是这个颜色 要从这里往下平行带过 就做出一种就是眼睫下肢的感 增加这个后眼尾的三角区 然后再把我们眼尾 用眼影拉长 衔接一下 因为今天这个小鹿妆是一个 比较无辜的妆容 所以我希望眼线可以自然一点 所以我今天还是用这个 直接画眼线 就这么一般捏着 扫耳肩膀往下压一下 然后写满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OK 看一下我那个眼线 就拿眼影画套就碎肉 像梅花一样 跟这个颜色 比较深的一个 黄色的亮片 都在我们顺便眼球位置 如果是种眼靠的姐妹就像我们一样 少亮涂一点 然后不种的话就会变厚一点 然后再用这个小拇指 站去 这么颜色 它也是有点偏黄 上面有个小月的 它还是比较大颗粒的 就一定要少亮肚色哦 因为它比较大 就有颗粒 再用这个 红白色 一定要颜色 找样子 摘睫毛 艾珠莎的睫毛大地 就艾珠莎的睫毛大地绝了 长这个样子的 我买的是黑色的 然后顶接着用 Kiss Me的睫毛膏 简单的再上一层 顺天就茂密 藏了很多 登登 这是我下睫毛用的 In Me 3 简单刷一下下睫毛 OK 一个比较偏棕色系的 烟心腔 想用一点装就好了 腮红我用这个 橘朵的渐变腮红03色号 它这个是渐变的 像一个 夕阳的余晖的那种感觉 有黄橘粉三个色调 然后这一点的 我取最中段的这个橘调 这边还是比较万能的 取这个鼻子的中心点在这儿 然后鼻子的鼻尖到这儿 到眼睛的中间 再到这个鼻子的中间 再到这儿 这儿有一个中间这边 鼻尖红过来 然后眼睛一点珠色 然后这个位置是中间 1 2 3 三点连接 停步过去就可以了 就是有一点像晒上妆 再拿散粉 停步过去对半 可以压大眼睛 这个就是和晒妆装的区别 我们不是晒上 我们只希望 就是鼻子没有 有这样一个红韵而已 重点来了 它是这样一个神奇的鞋酱霜 配上我们 IPSA的遮瑕 最浅这个颜色 最下面这个颜色 超级简单有没有 看到没 很神奇 一颗星星就出现了 这样 这样带出一个尖笔 你如果家里有那个 白色的眼线 叶笔 也可以那样画 但是我用遮瑕的话 会更自然一点 看来这边画了一个 一个大一个小的星星 然后再拿这个 细胶眼影 最尖尖 最下面的位置 站住 最深的颜色 在我们脸上点一点 一点点小露 那种斑 可以在自己本身 有那些小的质上 然后稍微点一点 然后让它加深 OK 然后进行 口红哦 这个是 MAC C-Shield 用C-Shield打个底 然后我再用这个 完美日记的 小细根 这个是L203 它会有一点涂橘色 然后用这个 神奇斜角刷 做出那个小露的 微笑质 用清点调整一下 让别人过度 更加自然 它其实还是一个 比较偏 很自然 然后可以出门的 这两个妆容 就跟FOR 简单的修容 今天这个妆容呢 会带一点这个 松效 所以这个修容 你可以 稍微四一点一点 然后这时候有个重点 就是把这个棕调 控制这个颜色 小一点 然后往这个腮红上 叠加一下 全骨的位置 让它棕调 更加明显一些 然后还有一个 修饰颜色的重点 CTB的限量高光 也是圣诞性命哦 很好看 一点点加 它这个高光 就不是很亮的那种 就偏自然 再叠加一个 MAC的生姜高光 因为我想要 鼻子稍微 再亮一点 反正间被我摔碎了 好烦呀 着重在 鼻子的山根位置 然后鼻桶 然后我今天 明明展现一下 我新买的毛衣 最后就准备圣诞艺术 登登登 雕牌给我摘 我在网上买 它是野猫豆他们家的 他们家有很多这种 很复古的 登登 我摘到了 套了一个这样 学生领 花边领的一个衬衫 出去拍照的话 那就少不了一些 好看的视频 我最近就是被这个中套了 摆在后面 给拉拉 这就是他们家的一个礼盒 登登登 这是我这次 为了圣诞准备的视频 他们家的设计 就是比较小众 而且很高级 登登登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两个是我最近 比较经常戴的 看一下 哪个比较适合 今天的妆容 线条形的耳环 是比较能够修饰别平的 而且它的形状 就很像一个 融化的时钟 都显得整个人 又酷又撒 所以我觉得 它可能不太适合 今天我这个妆容 这个圆形的耳环 就选得 就整个人可爱的 它是这种 发廊加珍珠粉的残质 耳环整体都很有光复感 就决定是它了 项链的话 我比较喜欢他们家这款 是以时钟为设计元素 然后这个中间小圆盘 还是可以翻转的 诶 诶 就你可以自己调整形状 背面是一个 丘比特 和干嘛 这个尾巴的位置 可以看 像机里面 这细节都做得很棒 感觉和我这身圣诞毛衣 还有这个花边原理很搭 它有那种复古感 它除了就是 耳饰和项念 大家戒指也很喜欢 静静地和你们分享 很闪哦 它也是一个 时钟为主题的戒指 它这个表盘上的这个指针 是可以转的 看到没 你随便可以转到几点 可以像这样 就直接盖在手上 那这个很好看 然后我还送给我一个好朋友 但是这个戒指的话 你除了可以送给女生朋友 还可以送给男生朋友 男生女生都是可以戴的 铁妹们 无论你是想送好酒 还是想送给男生朋友 或者是男朋友 这个戒指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OK 我去换头发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明年的我比较美丽 我要出去玩啦 看一下安娜租的飞行香水 嗯 再属于上女性 OK Let's go by bwd6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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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podiu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